平日人頭湧湧的黃竹坑南朗山道熟食中心 現在只能拍呼應 為何會這樣呢? 除了因為附近的黃竹坑村已經被清拆外 港鐵南港島線的工程亦是員空之一 十幾個熟食中心的商戶 週四向食環處請願及遞信 不滿受到工程影響 生意大跌三至四成 協助商戶的立法會議員郭偉強說 工程施工期間 熟食中心附近需要改道 而且四周被鐵馬包圍 市民要繞個大圈才能入到熟食中心 影響了我們營商環境和機會 有商戶也說生意已經大跌 南港島市還要延遲半年落成 更加雪上加霜 希望食環處在工程施工期內 寬免商戶的租金 並改善市場內的營商環境 不過郭偉強引述食環處說 生意大跌是受到鄰近的工程影響 而不是處方的內部工程引致 所以難以提供租金負面 但承諾會改善市場內的照明和去水系統 而港鐵就回應說 一直與社區保持緊密的聯繫 已經提供了含量通道和增設指示牌 港鐵會繼續留意 盡量將工程影響減到最低